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此我对你再无愧疚 死到临头你还这么狂妄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走 王爷 末将计划在王妃献万寿武的时候 发出案件射向王妃 王爷 千万不要以为末将存有私心 故意伤害王妃 王爷 目前京城皆知您与王妃夫妻恩爱 出事之后绝对不会有人怀疑到王爷您啊 所以王妃是这个计划的最佳人选 没有其他人选吗 王爷 王爷 如果你 不想伤害王妃或皇上来诬陷太子 那还有一个办法 只有 直接举兵造反 那就正儿吧 扔手 末会安排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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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年的准备 你终于要实现孝慧先后的遗愿了 王爷 相信他老人家在天之灵 也会感到欣慰地 会保佑你马到成功 是啊 也许此时 末会正在天上看着我 等着我完成他的心愿 二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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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姐 二师兄还是没有回来 他是不是又不告而别了 不会的 他不是答应要和你在一起吗 我以为 我们都说好了 他说过不再离开我的 我还以为 他已经放下包袱了 可是 没有想到 他又不告而别了 上一次一别二十年 这一次又要多少年呢 师妹 你先别这么想 也许是二师兄 暂时有事呢 有事也能跟我先说一声啊 每次都是无声无息地离开 难道他就不怕我伤心吗 师妹 二世兄心里有没有你 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他每天凝视着你的画像 一解相思 他肯定不会再伤你的心的 你要相信他 师姐 难道二世兄 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不会的 二世兄武功高强 一定不会有事的 你就安心在家等他吧 今天有缘 来几时 我今庭碑 一一问之 人攀明月 不可得 月行却与人相随 说得真好 你就像天上的明月一样 一直与我 相依相随 正儿 你为了我 而多次猛难 我亏欠你的实在太多了 以后不许这么说了 我选择了你 不管经历什么 我都是心甘情愿的 如果有一天 你愿意为我去死吗 妳能从前掩过 我要和你 白头偕老 我要和你 白头偕老 会的 我一定会白头偕老的 我们一定会白头偕老的 你 的 我们一定会白头偕老的 你 你 和你 一个 不 来 无论 ですね 于事 宴 在过这件事 你的个性沉稳了很多 对事情的看法也更为周响了 谢父皇夸奖 父皇 来 您先坐下 慢点 父皇 您龙体出狱 不宜过度劳累 还是先回寝宫歇息吧 不碍事 你接着批 过失耽误不得呀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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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父皇 来人哪 传太医 雪儿 父皇 雪儿 不要生争 不要惊动 不要惊动别人 父皇 凤林 我虽然不知道你们具体的计划为何 但是这件事毕竟十分凶险 小师傅不愿意看到你去涉险 你能不能放弃 我想我放弃 就这么守着正儿 可如此一来 我就辜负了母后的期望 将来这九泉之下 我又如何面对母后呢 如果奉寻登基 她本性敦厚 她会放弃我 可是孙皇后呢 她会放弃我吗 师父 我知道 你也是为我着想 但这一切 就是我的宿命 对了 我有一事要拜托您 如果此次我举世失败 我想请您替我保护好正儿 和原家所有人的安全 这你放心 岳正他们可以交给我 可是 如果你成功了 那么 岳正就会知道 你和杜家和思雨的关系 岳正能面对这个事实吗 我会 我会想办法 让她原谅我的 万一 他无法原谅你呢 皇上 该尽药了 我来吧 王公公 父皇 小心烫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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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段时间 太医不是说您的龙体 已经痊愈了吗 又怎么会 雪儿 朕的病 已缠身粘语 之前 都是强忍病痛 朕自知 恐怕来日无多 雪儿 朕一定要撑到寿宴上 宣布 由你继承大同 父皇 父皇 你不是说 此事散缓吗 那都是为了避免他人 再设陷阱 陷害于你 而发布的说辞 朕一定 要把江山 平稳地交付给你 谢父皇 你 就不得了 你 那是杀 朕的 父皇嘱托你一件事 这若是有什么万议 你一定要替父皇 多关照你皇兄 继续斡旋你母后 和你皇兄之间的关系 毕竟皇室和睦 才能安置天下 儿臣明白 额尔 会试试劝罗母后 让她真心对待皇兄 这 都怪父皇未能处理妥善 没能及时化解 丽儿心忠多年的姬怨 是父皇亏欠了他 绛儿 将来 就算你皇兄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也要原谅他 儿臣明白 请父皇放心 那就好 那就好 父皇 皇上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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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皇上早已病入膏肓 他为什么要瞒着本宫呢 也许皇上怕引起人心不安 太子尚未登基 贸然宣布病情严重 万一朝廷动荡 更不利于太子即位了 如果真是这样倒还好 就怕皇上另有心思 军心难测 国舅别忘了 皇上曾经废过太子 我绝不能让他在有病糊涂的时候 再次牺牲荀儿 王爷 杜将军请问王爷 寿院上刺杀梁王妃的人手安排好了吗 你回去告诉他 本王自有安排 王爷 当初你娶王妃 就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他只不过 是你和杜将军的一颗棋子 为了思雨交集 够了 你 你回去告诉杜将军 思雨的事 本王不会反悔 你回去告诉他 本王自有安排 他只不过是你和杜将军的一颗棋子 寿院上刺杀梁王妃的人手安排好了吗 你回去告诉他 本王自有安排 他只不过是你和杜将军的一颗棋子 他只不过是你和杜将军的一颗棋子 凤凤 你觉得我的球技有没有进步啊 当然了 你跟思雨 都有进步 吃啊 凤凤 谢谢你来看我 凤凤 凤凤 四月 外面那些流言 你千万不要误会 我和凤凤真的没有什么 你千万千万不要误会 你和太子之间有什么 我并不关心 你也没有必要向我解释 你这个漂亮的女人 你抢走了我的一切 抢走了 住口 我一直错以为 你喜欢的是凤凤 其实是凤凤 对吗 我喜欢谁 好像和你无关吧 也是 但毕竟我才是她的王妃 就算你一直都喜欢她 我想 你也不敢承认吧 你是她的王妃 可她爱你吗 她当然爱我 我们夫妻共同经历了很多美好的时光 甚至生死与共 这些你是不会明白的 他爱你 你别做梦了 他是不得已才娶你的 你知道吗 你以为他喜欢你 他喜欢的人是我 是我 他对你的好 全是因为他对你的同情 看来你是真的喜欢凤凤 当然 我是喜欢他又怎样 我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他 为了打消孙皇后对他的遗信 我忍受了八年相思之苦 还要假装喜欢太子 最后甚至忍痛出家 你又为他做过什么 孙皇后 一直把凤凌当作眼中钉肉中刺 想除之而后快 我父亲忍辱腹中 保护了凤凌八年 你们家又为他做了什么 你只会一次 又一次又一次的拖累他 你除了拖累他 还能为他做些什么 他想什么要什么你知道吗 你却没स于一切 你却否认我 你却不滑 你却不与凤凤凌 太子样样出众 而且又爱你提升 你说 你嫁给他有什么不好 我才不要呢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玉政 你真的愿意嫁给我吗 嗯 北江可不像京城了 荒凉贫瘠战时贫乏 我身负重任 我怕我照顾不了你 我不用你照顾 我自己会照顾我自己啊 我的事 你又别瞎操心 更不能替我擅作主张 我们不是夫妻吗 夫妻之间就是应该相互照应的吗 我只是想帮你 以后我的事情你稍管 如果有一天 你愿意为我去死吗 不要 我要跟你 白偷袭了 小姐 小姐 想什么呢 那么专心 小姐 想什么呢 那么专心 不过我一直把你当妹妹 我应该早点做主 把你嫁给魏昊的 小姐 这根金簪送给你 小姐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拿着吧 给你将来当嫁妆 那就 等我出嫁的时候再给我好了 你先收着吧 魏昊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 你要好好珍惜他 知道吗 嗯 真儿 明天要为皇上贺寿献舞 你紧张吗 没有啊 娘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我跟月却不在你们身边时 你跟爹是怎么过日子的呀 还不是天天想着你们 盼着你们早点回来 尤其是你爹 假装没事 但总是拐弯抹角地 打听你们的消息 我叫你 有爹陪着你真好 我就能放心了 我就能放心了 蓁儿 怎么说这些 没事 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太自私了 为了风铃不顾你们 一心上山学矣 你不过你 八年都不在你们身边 我真的是一个不孝的女儿啊 对不起娘 对不起 蓁儿 你这是怎么了 干嘛这么伤感 爹娘还硬朗着呢 你陪我们的时间还长着呢 都这么大了 还撒娇 我怕我以后没有机会撒娇了 正儿 你到底怎么了 没事 就是最近老想你 娘 你明天也会入宫 参加寿远典礼吗 不会 皇后娘娘 让我们女眷 只参加晚宴 不去也好 省得看到我的傻样子 没事了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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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把爱强加给了你 都是我的错 看落叶飞舞 始终守护 爱的温度 你忘了你答应过我 要紧跟在我的身边 这样我才能保护你吗 你放心吧 我在王府里很安全 明日父皇寿臣 娘大嫂和我共同完成了百寿徒 明日你当作贺礼献给父皇 表达你的一片孝心 是我们俩共同的孝心 我相信 你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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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箭终生情吗 我相信 你相信 一箭终生情吗 我相信 你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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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你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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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爱就能天长地久吗 我相信 我不相信 你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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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说 我们来不及出生的孩子 一定长得像你一样俊美无比 像你才好 据事无数 如果我们是一对寻常夫妻的话 也许就能儿女成群 那样的话 你狩猎耕作 或养肌纺织 孩子们快乐地围绕在我们身边 虽然没有富贵融化 一家人却能幸福相伴 如果这是你的梦想 我一定会为你实现 谢谢你能这么说 永远的陪伴 在你的身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圣语言及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卿平身 谢皇上 父皇 儿臣庆宪来自秋慈国的夜明珠 祝父皇龙体安康 福寿无疆 好 好 好 汐儿 你帮朕料理好朝政 就是给朕最好的礼物 皇上 不碍事 离儿 儿臣在 听岳征说 你有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朕 父皇 这是岳征亲手所绣的百寿图之锦 愿父皇百寿安康 松赫长庆 好 好 丽儿 你们夫妻孝心可佳 朕着实开心 岳征不是还准备了万寿武 要为朕贺寿吗 朕已等不及想看了 皇上 思雨和岳征早已准备妥当 好 众爱卿 大家共赏 与朕共庆 谢皇上 王爷怎么把你给调回来了 最近京城屡出事端 王爷担心会有状况 所以调我们回京可来支援 我们先过去 传娘王妃现舞 同学永费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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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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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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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